生計公司將牛江樹葉 製成高價禮盒 浩蕩進軍大陸市場 發表會開得盛大 不但號稱找來 蔣有博的成果公司設計 還邀前領務局長何偉甄博士 擔任首席顧問 後人成兩次享福利 總是用這個欺人的對折 勉勵大家說 縱樹真的是替自己 替別人 積服積等 但對於這間被控吸金的生計公司 何偉甄博士本人不出面回應 但私下表示 早在去年底就發現公司經營出問題 辭去顧問一職 而成果公司接稿前無法取得回應 就連生計公司一度拿來在DM上 廣告有合作關係的嘉義大學 也撇清關係 這個產學合作計畫在106年結束以後 他們就沒有再跟進一步的一個合作 以及這個相關的一個事項的一個進行 嘉義大學表示 去年7月雙方終止合作研究 而生計公司打著校方旗幟行銷 校方說要保留法律追溯權 30多年前 整個台灣在富裕牛樟樹 連戶局零室手 束手無策 何博士就站出來了 他就是牛樟樹生計公司的理性創辦人 但現在已經變成前任董事長 曾經旗下不只生計公司 還擁有一間LED組裝工廠 以及LED跑馬燈租領公司 如今在股東口中卻成了吸金16億元 害公司無法經營的原因 昔日風光對照現金 恐怕也另熟視他的人都感到不神唏噓 記者林鎮艷 杜映傑高雄報導